被封为本届金举奖最大遗珠之一的Hebe 今天与Ella一同亮丽现身代言活动 虽然Hebe无缘角逐本届的最佳女演唱人奖项 但是她一点也不觉得气馁 大遗珠 是大遗珠 不是大姨妈就好了 我觉得还不错代表就是媒体跟所有的人对我都有所期待 然后也还蛮肯定我的 才会认为我是大遗珠 那明年就继续再努力 对 除此之外 SH今年也再次入围金举奖最佳团体奖项 最近复原状况不错的Selina 除了深感欢喜之外 也不断在微博上更新照片 不过要三人合体一同出席金举盛会 似乎还是遥遥无奇 可是因为她不能久站 她没有办法出席一个活动这么久长时间 而且她有时候脚就要举起来 因为她站着站久了她就会冲鞋 所以并不是外界想象说她好像很好了 并不是这样的 她还是很努力要復健 然后时不时就要坐下来休息 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去勉强她做这样的事 即使我们都很希望她出席 可是我们更希望她健康 没错 另外 同样荣获本届金举奖入围 殊荣的歌手Aleen 也将二度争夺歌后宝座 今天她在宣布个人售票演唱会交场之余 也和大家分享入围的喜悦 看到那个电视 陶哲哥刚刚好在揭晓那个女歌手的名单的时候 然后她讲啊的时候 我想说是我吗 我心里想说Aleen 然后我就整个腿软 说是我就很开心 对啊 而令双喜临门博得好兆头 而究竟金举当天是否能如愿博得大奖呢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搜狐楼播报台北报导